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张伟丽,中国首位UFC综合格斗女子冠军 虽然现在是全世界冠军 但她曾获得的荣誉是不可否认的 张伟丽打过散打,打过自由搏击 甚至还做过许多与搏击格斗无关的行业 她并非是不败女王 或许也不是什么天选之子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张伟丽 奋斗者的张伟丽 创造了中国MMA从未有过的历史成就 她个人的成功背后 我们或许是一部中国MMA发展史 散打冠军出身的张伟丽 职业生涯第一场战力格斗比赛 时间在2013年12月14日 日本东京KRash35的女子超级战 张伟丽在自己首场提拳赛上出征东京 迎战当时39岁的日本初代J-Girls女子羽量级王者 左左慕人子 这场比赛张伟丽的散打风格还十分浓厚 在经验上 张伟丽与左左慕人子有着不小的差距 张伟丽的技术还是老式的散打风格 拳法粗糙 体能不足 而且张伟丽当时训练并算不上专业 而左左慕人子比赛经验丰富 已经在日本搏击擂台征战多年 本场比赛也是左左慕人子退役前最后一战 日本举办方想拿当时还是菜鸟的张伟丽 给左左慕人子刷职业战技 比赛第一回合 张伟丽打得非常有冲劲 以连续的侧踹腿和迎击拳重击对手 一只腿法却跟对手拉开距离 从而现在左左慕的进攻节奏 在第一回合 个人觉得是张伟丽胜出的 aqui 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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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 是啊 就是 就是 地球 有好 他最多的伏努力 佐々木的顏面也看得到 很重 很重 他在哪里出了 他在哪里出了 他選手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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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他選手是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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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谷王 比賽來到第二回合 张伟丽一直处于高强度的进攻状态 随着比赛的进行 张伟丽的体能出现了很大问题 进攻的力道相比第一回合下降了很多 但依然是揍的日本女将脸上挂惨 依然是边打边移动 左左目仁慈也是跟得很紧 顶着张伟丽的进攻往前压 しかしここで小泉幕選手 なんとか佐々木が前進しようとし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3打はリング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 リングって逃げられないんですよね こうなってくると足が止まってくると 捕まえられますよね 特に足が止まってきたと思いますね そうですね 佐々木が前へ前へというところ 右をかわす時にさらに膝というのが佐々木です 回して打ち込むような膝もある佐々木 さらに膝 横蹴りも自分の距離もできないジャン・ウェイリー 距離がだいぶ詰まって 手作戦車を感じて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よね ここもそうですね 逃がさないという姿勢 明らかに盛り返しています佐々木 押さえての膝 攻撃につながる ジャン・ウェイリーも必死に返します しかしお前さんも明らかに表情が感じました そうですね ちょっと追い急がれてますね ジャン・ウェイリーは戦車が戦されてますね ジャン・ウェイリーが戦車が戦されてますね 負けました 負けました 負けたら 負けました 負けたら 全てを勝てたか ジャン・ウェイリー 終了 勝とながら 来到決勝局 佐々木人子 还是屏着一贯的比赛风格 义无反顾地往前顶 紧追着张伟丽的重拳出击 张伟丽因为前期体能消耗太大 在左左木人子的反击下 显得十分被动 拉丽掌 超高大 相手上意团的 相手上心理由 突然挙火 这么高 有这么高 一个 阻挙手 似乎地代表 这次的曲折 准央牙 拳装 拉丽 门 Sasaki的刺激 2014年 女子王座的刺激 更前 右 刺激 这不仅仅 覚悟是不错的 两人拼死熬战三局 小编觉得 本场比赛应该是张伟丽获胜 张伟丽前两个回合都发挥的不错 可能是在日本客场比赛 所以日本本土的裁判 会更倾向于本国的选手 最终这位日本老将 以29比28的点数击败张伟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屏幕前的你 对本场比赛有什么看法的话 欢迎来到评论区留言 如果觉得张伟丽打得漂亮的话 请点个赞吧 咱们下期再见